6月21号我们这片段聊一下黑色系 也聊一下武汉的楼市 还有就是新房开工率在下降这个问题 当然重点还是黑色系 以及后面的这个国际形势 我们国内国外的这个结合一块聊 那武汉楼市我们提一下 这个有放松的这个迹象 这两天再说 就是主城区以外很多像江夏这些片区 这个东西湖这些是不限购 不管你有没有社保这些 那主城区像洪山区 就要这些江汉区江汉区这些 他对于234胎这些一些所谓特殊情况 其实幅度已经放的较宽了 就你可以买至多到五套 这个幅度应该说是较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我就不细说了 因为它不是重点 前一段时间南京也有放开 当然只是半日游 那南京的幅度比烈度比这次武汉还要大得多 但是我们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程度 全面放不放开也好 我想意义都不是很大 因为美联储现在正在加息 这个月加了75个基点 就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说三个月之内 它加了1.5 加了150个基点 这已经是历史最快了吧 那这样的环境 我们说开发商很难给他很多钱 很难房地产 你给他多少多少钱 所以其实早点放开 对于这种形式下面还有能力 有本事 也不怕风险去买房的人 其实我怎么说 我能不能说竖个大拇指 就是说你反正也没有负债 你手上钱有太多 是吧 那你去接个盘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鼓励 我这么说该是不是不对 就是反正我们说也有很多人 比如说别人是有贷款 是吧 你如果你能接盘下来 那别人能把贷款还了 银行也这个账也销了 那么你手上的余钱 那不是正好吗 反正你有这个需求吗 我说是有需求的 那这大家这个各安其好 当然这个是个聊天 我们就是说往开工率 新房开工率过去几个月 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好像幅度还不低 那好像还是有加速的情况 那这个新房开工率下跌 同时我们说对于住房市场的投资额 并没有出现下跌 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恒大一些 他们没有办法完工的一些 可能我们都在想各种办法 让他们去完工 特别是接近完工的 比如说已经百分之八九十了 那我们肯定组织资源 把它给建好 要不然这不是空的 就浪费了 交楼了就马上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资源就盘活了 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 就是现在没有完成的 咱们就加速完成 但是新房开工 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房地产开发商 包括整个房地产行业 你们拿太多资金 现在这个时代意义并不大 我们前面说的 全球总商品总服务 是我估计相比2017年18年 当时的那种预期 那种膨胀来讲 现在可能下降了20% 当年估计今年有多高多高 那今年的实际上 工业品粮食高科技产品 都没有当年1718年 预计的2022年这么高 所以过多的货币并没有意义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我想本身它也是处在 特别是像这种100平米左右的房子 小3G 大2G 小4G 这些已经是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 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 没有意义 从新房开工率下跌 再聊到黑色系上 那就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展开 当然我们要先把小的因素 或者说次要的 我们不聊的因素排除开 就是铁矿石跌了8%多 这几天 这几个交易率跌幅很大 那这里有一个国际因素 就是实际上 对于 币和币拓 利拓 淡水河谷这几家 国际矿业巨头 特别是铁矿石上面的 长期以来有较多的争斗 因为他们这些 美国一方面想要从 全球基建里面受益 想要布置产业链这个方向 现在提出的 这几年提出的 B3W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想跟我们一带一路竞争 但实际上他只有规划 他并没有到一个农资的阶段 就农资都没有 项目就跟无从谈起了 只是一个 我们说他就是一个炒卖的项目 或者说前些年 他就想通过炒铁矿石 反正他要不了那么多铁矿石 用不了那么多 那他就把价格炒高 然后卖给我们 就这些年 十几二十年 他都想这么挣钱 然后在上面 就是各种做PPT 就是没有实际落实的 而我们是 已经有几万亿投进去了 这过去十几年来 十年来我们已经有 项目早就运营了 都可以开始保养维修了 所以说他炒作铁矿石的意愿 是时时刻刻都存在冲动的 所以要特别小心 另一个方向就我们说了 除了我们最近有说 集中采购这些方向 就像我们前段时间 药品采购这个方向 这样去操作 让铁矿石下跌之外 我想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刚才说的 新房开工率出现下降 这个怎么理解 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基建 所以我前面我们就聊到 新基建也好 基建也好 这个很难拉动经济 也很难有很强的获得感 就现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消费 不管说从什么角度来说 2015年的时候 12月 那么当时铁矿石来到 不是铁矿石 罗文刚来到一个第一位 1600多 那这个位置我们说 当时2015年 12线城市 1到6线开始启动了 新轮的上涨 但是刚刚开始涨 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带动建材 这些上涨 而我们再说 基建实际上2016年 又不是说我们国家的项目就停掉 反而那时候我们12线 至少像地铁这种东西 肯定是炉火炉土的 全面的铺开的 2016年 对吧 所以说 其实当时下跌主要还是一个什么 对于黑色系来讲 最重大的资产是民间投资 是房地产的投资 而民间跟房地产的投资 他 比如说你这一条地铁过来 万科万达商圈住房市场都跟过来 甚至旁边村落的小产权 他都起来了 赶紧修 说不定借钱来修 说不定可以赔钱了 对吧 都有这种想 所以这种民间是比原来这种规划 比铁公鸡还要更加消耗更多的黑色系 就是我们更加确立一点 如果建材这些 还是依赖以前的那种 国内的这种城市化的建设 恐怕很难进行快速的反弹 或者我们一语道破 开发商没钱 对吧 他拿什么去买罗恩干去开新的事情 你本来屁股擦干净就不错了 我们打开另一段大思路 大的割据 就现在我们看 物额冲突是已经三个多月 一百多天了 那有没有可能结束 那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说一直就会持久战 那我们看现在这种台海的局势 我觉得也有可能很快的台湾就回到我们怀抱 这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台湾回归 那么物额冲突告一段落 那么我们说全新的这种格局 可能就是大家有各不各的这个可能 那么这里面就有大的问题 很多商品对于有一些地方 对于两边来说 有一些地方可能会 有一边就会比较缺 是吧 或者说有时候大家会一起抢一个东西 这都是有可能 或者说有一些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像芯片这些地方加大研发投入 这个是去做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对于拿手的事情 像刚才说的一带一路这些方向 对于跟我们关系已经很好了 像俄罗斯 我们说没有结盟甚是结盟 对吧 那对于这种的话 我们说公路铁路 或者是我们帮它建设 或者是我们一起共同建设 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向 这个需求量会极大 因为这是一个 一旦这个格局确定下来 形成下来之后 它工程项目很多地方 就会快速的铺展开来 我们说我们说做大哥 如果这个大哥的地位 一旦是说什么 得到众多人确立之后 我们很多地方可以比 原来你像一带一路 我们之前说了一段时间 是吧 美国还不让我们说 你们这个发展太快了 我们美国也跟不上了 大概他就每天这么喊 那我们就好吧 那等一样他就不喊 不喊了 但是如果说做大哥 那还是得喊 那不喊的话 你不吆喝 那大家很多人都做过 你没做过生意 你看过别人做生意 别人在接口是怎么卖饼的 所以未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协助其他国家 完成更大规模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说了 就有一些城市 他可以重新进行再城市化 像我们前面说的像哈尔滨 喀什 那如果说真的各个各的 那么美国的钢铁厂 自己建 很多基础设施 他都自己来 那你不能一直指望着别人 那指望印度 估计也指望不上了 印度那情况 很多中高级别一点的 都非常难度都非常的大 那这是一个方线 那抛开这个黑色系 跟这一块整的来说 我们在说经济 全球经济的这个整体情况 如果说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我觉得的话 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形势 也算是正在 我觉得的话是美国这个方向 他没有触底 美国他如果一旦触底了 我们就可以全球一起迎来一个反弹 那不管是我们合并着一块反弹 还是说我们分开反弹 那肯定是要反弹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说 我们前面的分析 全球总商品总副下降了 差不多得20%了 你不可能下降到50%吧 那大家吃啥喝啥呀 你再这样的话 你不可能说 你现在大家你不工作了 你难不难说 你一年不工作你不可能吧 总有一半的人 一大半的时间是会在工作的 哪怕有很多人 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 有战争 有很多地方有疫情 很多地方有种种的不安 但是还是会有产出 大部分还是能够保证的 所以我觉得的话 现在我们就等着美国的经济处底 就美国经济处底的话 你想不想一起过 你想一起过 那么大家一起过 勉勉强强 你不想一起过 非要在台海上搅来搅去 给台湾不停的卖武器 不停的搞事情 那么分开过 房地产周期 聊黑色系 一直聊到整个经济周期 我们就说 其实全球经济环境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 是正在一个加速处底的过程 现在就看他这里 就看他怎么 以什么姿态 什么样的姿态着陆 就我前面几个月前 也提过这个事情 就是美国他一直不愿意加息 我之前我估计 我说去年9月不加 你12月的加吗 我一直 因为我一直唱帅美股 你12月你都不加 那你想以什么姿态解体呢 什么姿态着陆呢 你都这么高的高位了 你没带降落伞吧 这是肯定没带降落伞 你怎么着陆 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再怎么 好了 你现在加息了 你不着也得住 对 那就看 那我们就等他 等他 我想现在 大家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全球一起反弹是可以的 那就看 到底是抱团反弹 还是各反弹各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值得聊的 值得观测的一个事情 好了 那我们就从 我们就不总结了 从武汉聊到这个 这个 这个全球经济的情况 我们说 还有一些地方 不过已经 我觉得已经大 现在在加速去 可能再要进入一个协谈 和谈的过程 有这个可能 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 我们前一个片段说 台海这个问题 美国最好的 他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你如果不是真不想过 那我们就各过各的也行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对吧 当然我们说 跟他这么跟他说 那没用 我们准备我们的 对吧 我们准备我们的 好 我们这个片段聊到这里